快来优酷Youtube频道看你好呀我的橘子恋人 有英语、越南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泰语字幕和配音版 点击右下角 加入会员和我一起追剧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永远灿烂 爱你那星空让你强落怀中 给你活的梦 要和你在一起和春天游戏 躲下天的雨看几只可不及悲喜 我无法行动就像是一场梦 我多么希望 我以后的每一天 有你的笑脸 就请你陪在 请你陪在我的陪伴 双 cambi 然后 时 事 是 mul' 口渤 hebben vida hoe employed 这 оф 款 袁 了 方 dir 跟着 走吧 无所谓 无论是这儿 还是酒店都一样 跟我家没法比 还是一如既往自恋和毒手 那你就将就吧 等一下 怎么了 如果 如果我想喝水了 怎么办 如果想喝水了 去一楼有饮水机可以接水 还有贩卖机可以买 如果饿了的话 有免费泡面可以吃 还有什么问题吗 等一下 又怎么了 你 住哪个房间 我 我们熟到可以交换房号了吗 不 不是 我就是想 如果 我有东西 找不到了 就可以问你 你 你如果想要五星级酒店的服务的话 那你就去找五星级酒店住 如果你还想住在这的话 那你就给我闭上嘴 老老师在这屋里待着 明天就走 听懂了吗 我 怎么就被黑了呢 陆森现在不在 星期五的项目可不能出问题 都搞定了 放心吧 那两个人的长相我都记不过 我刚看到 洛森这家伙现在在 杨善善奶奶家的民宿里 什么情况 我去把他带回来 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老师 不用了 实验室现在离不开人 傅博士说得对 星期五现在需要人管 而且万一又被黑了怎么办 我跟你一起去 洛森那边我说话方便一些 好 去吧 陆三 你现在在香花民宿吗 你怎么知道 星期五的摩托员刑 那个兼职生给我打电话 说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跟踪他 他很害怕 他 他 他觉得你是个变态 让我把你接走 我就是觉得他们两个太像了 觉得很神奇 不知不觉 就到这儿了 你听我说 你现在就在那儿待着 什么都不要做 我现在过去接你 不是 你 现在过来 对 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在实验室待着 是吧 富遥 他真的只是决策模型吗 你没有骗我对吧 你小子说什么呢 你现在不要情绪妄动 好 等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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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还是要相信珊珊 毕竟之前已经沟通过这么解释了 希望如此吧 你在干嘛 我的妈呀 你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我睡不着 你睡不着你睡不着你就去 去吹海风啊 小鹿 你怎么也没睡啊 我随便走走 第一次来洗碗吧 我们这里的夜景啊很漂亮 让珊珊带你到海边去看看 奶奶 她不是叫我爱困吗 我看你精神着呢 小鹿可是我的贵人客人 你得帮我照顾好她 她什么时候变成贵人啊 我现在疯的呀 在这里谁长得帅 那就是贵人 快去呀 那是你奶奶家吗 这不是我奶奶家 是我朋友奶奶家 我在这儿打工 你 好神奇啊 神奇什么 我从来没想过 我还能跟星期五 在海边散步 我再说一遍 我是人不是机器人 你别再这样说了 我今年二十六岁 不对 马上二十七了 你呢 差不多吧 我能跟你当朋友吗 不能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感觉要下雨了 我喜欢下雨 那也是个下雨天 还有满天的烟花 它就站在我面前 然后突然 我能跟你说说 我跟星期五的故事吗 如果你心情不是特别差的话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你说吧 从她第一天被送到我家 我就觉得她很特别 但是最后 我做了一个很傻的决定 就是把她出屎化 一切都结束了 那后来呢 你病好了吗 你还是一个人吗 这些你都没说 你话怎么能说一半呢 这些都不重要 没什么意思 可是我想知道 病好了 也交了朋友 可是心里 你总是会隐隐作痛 很长一段时间都喘不过气了 时间久了慢慢就好了 就开始像星期五说的那样 坚强 勇敢地去生活 所以 我一个人去公司 一个人去吃饭 一个人去书店 一个人去看电影 一个人去旅行 看起来好充实 但是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如果星期五知道的话 一定会很开心的 不 她会这么说 辛苦了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我 我是觉得你 你说的故事太感人了 对不起啊 让你难过了 那你为什么说 你把星期五出实话 是一件很傻的事 如果你肯当我朋友的话 我就告诉你 你这个样子 真的很像星期五 对不起啊 我忘了 你不喜欢我这么说 好 我同意了 真的 那只要我进了 我 后来 面对初始化的星期五 我想尽了一切办法 我让她深入学习 反复给她输入 可是 没有再见到那个时候的星期五 后来我才意识到 当时她带给我的感受都是真的 只是因为我害怕 所以我选择了无事 为此 我也受到了惩罚 所以 我现在也只能坐在这儿跟你唠叨 听了那么多我的故事 你也烦了吧 那么听听你的故事吧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我啊 我家里 我舅 我舅妈 还有我妹妹 恩宝 那你应该是 住在舅舅家吧 来这边 那就是 你也没工作了 下一个问题 你 现在 最想见的是谁 我想见到我爸 但是我 我爸已经去世了 孩子我小的时候 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厂的修理工 我觉得好像都破了车 一经过他的手 都可以修好 我就也很羡慕 很想成为他那样 能做自己擅长的事的人 那你 现在在做吗 你知道吗 理想的现实是有差距的 有的时候你的才能和运气 是配不上你的理想的 很久之前我就觉得 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但是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一直都告诉我 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他还很相信我 他也让我坚持我的梦想 你的朋友要是知道 他对你来说那么重要的话 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是吗 嗯 当一个人知道 他对对方那么重要的时候 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 好啊 那 我下次再见到他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讲的 嗯 我今晚听了你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你明天是不是就应该 收拾好心情 你准备走了 准备走了 我觉得以后 你就不要见面了 好 我答应 回去吧 好 好 回去吧 好 沈沈 沈沈 小路啊 不仅长得帅气 还会做饭呢 你能交上这么好的朋友 那是你的福气 别赌气了 谢谢奶奶 这个是给您的 这个是给您的 对了 今天你不是要出去买东西吗 这样 把小路带上 他能帮你提东西 你呢 就带他到处转转 看看风景 我没问题 力气大得很 奶奶 他今天就走了 有人吗 哎呦 来客人了 是住店吧 是奶奶 不是 奶奶 我们不是来住店 是来接人的 嗯 不好意思 杨小姐 打扰你这么久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以后不会了 五三 收拾东西吧 我们 帮他买完东西再走吧 我不需要 你会打扰到杨小姐的 我要过生日 过生日 八月二十才是你生日 今天才不是你生日 我不过八月二十的生日 丽儿你不是知道的吗 为什么 因为那天 是我爸妈出车祸的日子 只有丽儿每年会寄一张卡片给我 我过完生日 明天就走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这里的一切 就像梦一样 梦醒了 就该回到正轨了 既然上天给了你们再次相聚的缘分 就好好享受这天 跟他做好朋友吧 可是 我害怕 可是我更怕 怕未来的你啊 因为今天对他的冷淡回避而后悔不一 卢森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过来的 他很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我不能 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知道 在希望中 又失望是什么感觉 我看那边有很多好吃的 我们去看看吧 好啊 给他们俩空间 但是我们也别跟丢 老板我再拿着吧 好 好烫啊这个 这是什么呀 好吃啊 这我在电视上看过 看起来还挺好吃 跟我家的神户牛肉和博士顿龙虾 完全不一样 不好意思啊 你们吃 走 给你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 珊珊真好 先生 你要的糖好了 那我也送你这个 棉花糖 棉花糖真好吃 你俩走路也太快了 我发誓 要把你们俩 拉入我的逛街黑名单 丽儿 你们买的东西可真不少 要不 你帮我也拉入你的逛街黑名单 怎么 要不我把你也拉入我的通讯录黑名单 那就不麻烦了 哈哈哈 这几个是被泄露出去的文件 还好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 这个文件之前不是删过了吗 橘子酱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啊 这支不是我签的 也不是我 听名字也肯定不是教授 那还有谁 星期五啊 橘子酱文件夹是你建立的吗 是的 真的是你啊 星期五 你不能随随便便 把垃圾站的东西捡回来啊 这不是垃圾站的文件 这是在初始化之前生成的文件 你 也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感受到主人强烈的不舍意愿 生成文件 什么意思啊 初始化以后文件不就自动删除了吗 也就是说现在泄露的文件里 是我们师弟的深度学习视频 我想好你要许什么愿了吗 我就希望 我想见的人能出现在我面前 好 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不灵了 你再重新许一个吧 无所谓 无所谓 反正我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谢谢你陪我过生日 杨珊珊 谢谢你记住我的名字啊 真是想把你说给星期五停啊 我看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 明天呢 你回你的城市 我在我的小岛上 以后 我们都好好生活 好 准备得差不多了 来了 走啊 走到这个点上 来了 好 这个给你的 谢谢 那 康里尔说房间不够了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俩睡 哦 我给你们都准备了礼物啊 这个暖水袋是给派的 然后这个魔方给理查德 这个加湿器呢 就给大运 你这个人 没什么童心 就给你准备了 这个宇航员的水壶 为什么跟我买礼物 不仅这样 我决定以后 每一个节日都要和你们一起过 比方说什么 儿童节 儿童节 青年节 还有那个 树 树 树节 对 富阳 你 你了解山沙吗 不了解啊 为什么树阳珊珊 因为我觉得 她跟以前的星期五 好像啊 没有啊 完全 一点都不像 星期五 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机器 嗯 但是 我每次只要一见到她 就跟见到星期五一样 心脏跳得很快 而且还有那种感觉 就像 心里长了草一样 见不到的时候 吃不好 睡不好 但是你一见到她 就结得很幸福 你 你在干嘛 这是我送给星期五的项链 你 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妈妈 哎 我的妈呀 五三 你听我说 是吗 所以 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所以 你们也一直都在骗我了是吗 是吗 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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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她 出生气 出生气 快点 出生气 陆森 快快快快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莎辰 我请你诚实地告诉我真相 好吗 你们是疯了吗 你们骗的是一个病人 随时会因为过敏死掉的人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不起 这一次是在完全没有任何人接触的情况下发的病 我告诉你 陆森的病全球我只见过两例 另外一个是丹麦人 前段时间死了 就是因为他爱上的那个护士 骗了他的钱跑了 判断PEF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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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搞清楚 究竟是谁 把他害成这样的 对不起 拜托了 陆森现在的情况 比以往任何一次 都要严重 就连我只要一靠近他 他指数马上就会上升 我不敢想 他醒过来以后 再看见你们 会是什么样 欧医生 那他现在脱离生命危险了吗 命保住了 但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被你给亲手毁了 那他还能恢复到以前那样吗 我用了将近十五年的时间 才让他走到之前的样子 你觉得可能吗 我拜托你们 要是还有良心的话 就离陆森远一点 他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 就是你们 欧医生 对不起 拜托你好好照顾陆森 这个你可以帮我带给他吗 这个你可以帮我带给他吗 我欠安他的 我会慢慢还 这些快乐 圣主 这是陆森送给我们的礼物 在他发并且 师弟对我们那么好 咱们都不配拥有这些礼物 连想都不配想 也不知道师弟现在吃过什么 那么大个房子变个冷的 生了那么严重的病 身边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了 有人可以照顾他 姓君 因为我们是属于陆森的 我们应该物归原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表就能遇见那个对的人 你的出现就像开了一盏灯 爱的神 不如爱的诚恳 你的温柔 你的温柴散寒冷 唤醒了每个沉默清晨 没尝过孤独的滋味 也不曾感到伤悲 也不曾感到伤悲 永远陪 永远陪在你周围 终于我 遇见了你 永远陪在你 Zither Harp